歡迎收看今天的敗狗炮遊戲 No Mercy 2018開春第一集好不好 歡迎大家收看每個禮拜五晚上 起點為大家送上最歡樂 最專業的隔二遊戲節目 大家好 我是盧比 旁邊是我們阿斌 大家好 大家晚安 這個2018第一集 我們的班底回歸 那今天為大家請到了兩位來賓 還有我們另外一位固定班底 當然就是我們基隆東 蕾咪還有Reby 歡迎 你跟人家抱什麼蛋黃哥 他剛才問我說 麥你要抱蛋黃哥 你的蛋黃哥應該要給Reby才對 那我好像說還是你要抱我 好 我們看一下 還是來看一下今天我們的話題 完了 今天這兩個完全沒有要搭理你的意思 你是不是該考慮一下日後的出路 你是不是該考慮一下日後的出路 問怎麼辦 好啦 那個2018開春第一集 那班底都到齊了 那我們夜子會晚一點到沒有關係 那這一集內容當然是很精彩 那我們要來回顧一下就是 不免其俗啦 好像新春第一集要來回顧一下 我們去年一整年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們今天的節目內容會有一part 是在回顧我們2017年到底我們格鬥遊戲 發生了什麼事 對 就是其實是蠻精彩的一年 那我們藉由節目來幫大家回顧一下 其實有蠻多很精彩的新聞 那再來就是呢 我們要來問一下就是最近兩位的近況 那先來問一下RAMY好了 RAMY最近在忙些什麼 我可能嚇一跳 因為我Cue的有點快 中間忽略很多東西 RAMY最近在忙什麼 聽說最近有去上玉琳哥的節目 這週三的時候有上玉琳哥的節目 是那個林來風嗎 對 林來風也是麥卡貝的 第一次上玉琳哥的節目嗎 第二次了 第二次 是來賓的身份嗎 都是來賓的身份 那合作的 跟玉琳哥合作的感覺怎麼樣 很好笑 你就從頭笑到尾 那天回去基本上都是最累的那一種 就笑到累 對 超級累 最累的那一種 笑到累 而且這集很養眼 很養眼 為什麼 大家都是正妹 兩國粵美女 大家都是正妹 我有上過 我有上過 我上了兩三個 兩三次前衣 兩三個什麼 兩三個什麼 最好是講清楚 兩三次前衣 兩三次前衣 兩三個什麼 我有上過兩次 反正有上過 不能跟你講 反正我上你自己聽那一種 不要講了 爆料 怎麼講好像變成什麼奇怪的 可是有一集 我沒有上我真的 有一集的單元 我真的蠻想上的 那一集好像也受視率蠻高的 你知道你是上了 不是你啊 那一集不是你 對 你知道有一集是 教你怎麼綁繩子嗎 就是大雄 我知道 大雄不是在翻花谷嗎 我看到林來風他們也在玩那個綁繩子 你是說大雄弄的那個花繩 他們有在注意麥卡貝的節目 我知道我知道 還是 你給我一條繩子 我現在來綁他 你先幫忙看自己嗎 你不知道金龍東最喜歡這一位嗎 他最喜歡你把他捆綁住 沒有 你們是這種特殊屁號是不是 那一集真的是那樣子 真的 真的綁人嗎 被綁人 他真的沒有在看嗎 還沒有說過 被抓包 被抓包 起碼精華也看一下吧 沒有 因為我禮拜四都在忙 不好意思 跟玉琳哥說聲不好意思 好那 那就是 這也是一個非常特殊的經驗 那我來問一下就是 瑞比最近勒 最近 因為 今年的話會主要在傳說對決上面 對 所以 所以就是比較多的 準備都會放在傳說對決上面 好 因為我看你好像 有一陣子沒有開快打 對 這個也是 我一直忘記要開快打 你確認是忘記嗎 是真的忘記 不是在逃避嗎 我每次我都玩完之後想說 欸對我怎麼都沒有開快打 因為我最近很迷那個 植物大戰殭屍 蛤 那不是已經很久了 我以前沒玩過欸 我以前 對我以前沒玩過 我以前都在上課的時候 然後趴在下面這樣玩 大家都是這樣 可是我那個時期我沒有玩 我是到了現在才看到 才摸到這款遊戲 對 因為那個其實 讀性還蠻深的 你會一直想要玩 然後玩完完完 玩到最後一關這樣子 然後還蠻好玩的 你是在哪個平台上面 PC的 不是欸 是Origin一個橘色的平台 我是剛好看到的 那好嗎 那個是有點算首家吧 好像是 對啊就是你要放植物啊 然後會有殭屍一直來 對對對你要 不是 那其實也蠻意志類的 對啊 放植物然後殭屍一直來 對 就殭屍要爬進你家 正常來講是放人類 或放血殭屍才會來吧 你放植物的話應該是 沒有 它就是這樣 它就是殭屍會一直攻擊 想要去攻擊你的家 那你要放植物去攻打殭屍 對對對 你放芙蠟嗎 其實那個 為什麼是芙蠟 那跟黃式戰爭大概有87%像 對 那跟黃式戰爭 那個跟黃式戰爭有87%像 我超強的 真的假的 你掃來 那我最近比較弱一點 我覺得你玩那個電腦太瘋了 PS4都漲灰了 PS4 PS4手機我都沒在動了 我最近12月11號開始 我電腦沒有關過機 模擬器一直開扯是不是 我們節目那個水果沒有置錄好不好 水果沒有置錄 我們不能再幫他打廣告 我不用錢 我幫你很少沒關係 給我一點 給你一個紙片就好 給我一張紅便 紙片太唬爛了 給我一張紅便了 拜託啦 那個新聞真的很誇張 給我一張紅便 你們這禮拜有看到嗎 有 270萬是不是 還是270萬 360了 後來再追加 更新360萬了 反正你會這樣 那個遊戲最強的變身卡 花了兩三百萬這樣子 對 因為我剛剛在後面問基隆東 因為我不知道現在的 天堂M長什麼樣子 然後我就問了一下 才知道說原來變身 現在變身也不能說 等級到就變了 如果是以前用 可以啊 還是可以 但是你要 他有一張的唯一的那個 變身卡是那個沒有等級的關係 就強度有差啦 當然有差啊 一定差很多啊 要不然怎麼那麼貴 我現在跟你講好了 一般來說之前 就是現在天堂M 大概三級 你就是變Ruby 抽了就變 基隆東 你這種比喻我們 沒有辦法理解 你說變小巷 我可以理解 變你是什麼 不可能你用Ruby去打怪吧 就一直想要抽基隆東 哈哈哈哈 然後抽不到你就會生氣 然後合出來就 你自己 你這樣講一點說服你都可以 人家聽到都不想抽了 好啦好啦 抽TOKIDO核沒緣這樣好不好 OKOKOK 所以他只能夠到 就是永遠留在你的裝備欄 他是帳號綁定 他就是一個裝備 他也不會用完就沒了 抽到我 我就在你的帳號裡 哦那還是 不要抽好了 還是 還是不要抽好了 還是不要抽好了 馬上三帳號 三帳號 因為你知道 那個遊戲最過分是什麼 你知道嗎 因為其實 因為那是其實 對我們這些人來講 是玩一個回憶啦 情懷啦情懷 對然後你知道 剛剛不是有講抽的嗎 那你應該有玩過 又知道死亡騎士是什麼嗎 有聽過嗎 黑暗妖精你知道嗎 對啊對啊 比如說你是玩攻守 你就會用黑暗妖精嘛對不對 比如說我是假鼻子 而且抽 結果你是玩攻守的 啊不知道黑暗妖精嘛 抽到死亡騎士 那要怎麼辦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知道從裡面 就會這樣啊 比喻會這樣 我是覺得 這個在手遊上面 花這麼多錢 真的是沒有辦法想像的 而且那個錢 已經等於是一台車了 對 不只一台車了 進口車了 我不許你這樣說 他對的 他玩的是一個回憶 錢再賺就有了 回憶這麼早 哦 講得很有道理耶 真的 你是不是剛剛這個理由 跟你老婆說 千金難買早知道 你也買不了你的親情 買不了你的愛情 據我所知 我知道他昨天有去Seven儲子 原來是你喔 幹我沒有欠錢喔 不要小心 都在聊天室 所以他真的很過分你知道嗎 因為 你覺得再講下去OK嗎 沒有沒有 最近娛樂真的很有趣 就是因為我早上起來 就是送小孩去上學 然後因為下午 就習慣了 然後買早餐給老婆吃 有時候他去送我買 我是電視三點多來開 我胖好天三點開店 我其實晚上我去尋電 那下午中午要幹嘛呢 我會玩遊戲 不管不管什麼 反正現在電腦就開玩遊戲 對不對 那我們有一個天堂的群組 就是我跟阿比 還有自己的朋友 然後這個王八蛋是用電腦 我是用手機 我就直接開擴音 我們兩個就邊玩天堂 邊玩就是你知道啊 就是一起玩就對了 就是一起來講 然後快打了 我老婆就在房間進來 他直接跟我老婆爆料 所以我直接去買電視 完蛋了 這還是朋友啊 對 難怪我老婆說 難怪你昨天帶 你知道最近 邊境商店有那個集點卡 然後可以換那個卡 難怪你們帶一條嗎 我帶三個回去 然後你知道集那個是 比如說一個東西 6點加什麼 集99還100多塊 就會有送什麼東西 對對對 我他媽 我老婆有沒有在 我帶了三個回家 其實我是半毛都沒花 我還告訴他說 其實我是加1991什麼什麼久的 你可以懂嗎 比如說那個 代表你的點數是直接可以 直接可以換那個東西啊 哇 點數跟鈔票差不多 真的 我們來點數的時候 那個店員拿給我鈔票 我都發生什麼事了 怎麼那麼 他不在我線上啊 很怕 完蛋了 我必須老實問一下 就是Revy跟Revy 你們沒有經歷過 天堂風行的那段時間吧 我沒有 我有跟我叔叔一起玩過 真的 因為我叔叔超瘋 包瓜連這一次 就是要上市的時候 叔叔還特別密我的line 他就說 欸 我說幹嘛 你叔叔 對啊 我叔叔 沒有 我玩的時候小1啊 哈哈哈哈 你在裝嗎 你在裝嗎 你繼續說 你在裝嗎 就他有邀請 也不是邀請 我就說什麼 欸 你過來陪我玩喔 我說蛤 我說還要陪你玩喔 我就說不要 我要跟我公司一起玩 因為我們小畢姐啊 我們全公司人 還開一個群組 都玩超瘋 連小畢姐都下去了 小畢姐玩最瘋 而且他還會講說 你跟我來玩 你跟我來玩喔 對對對 他們閃電狼的 你就想像是一個 電競那個 戰隊的那個領導 什麼伺服器 陸洲 陸洲等你 這個他說還不自己 不要亂講 尤其是基隆敦衛的話 不是啦 伺服器都沒有什麼關係 私下講 張家銘在那個 新的伺服器 反正他很多 我就有一天 張家銘也有玩你知道嗎 就是童生 就我說欸 你玩啦伺服器 別人知道嗎 他說知道喔 我說蛤 所以你的粉絲都知道你在哪個伺服器 他說知道 那你不是走走都被打喔 他說對啊 走走每次都被打 我真的會這樣子 走走每次都被打 那你根本講 他在哪個伺服器好不好 好想打 沒有沒有 我要去保護他 好想打 他已經死了 成名的代價是不是 他跟我講 新的叫什麼 沒關係 等一下你們統聖天台可以問他 超智障的 然後他還來 戴手機在逛 先不要說天堂 那其實前陣子 在天堂之前是RO RO其實也是我們一個小時候的回憶 這個人應該也花了不少錢 還好欸 他啦他 葉子在玩RO 我到現在還在玩 可是我花的錢還好 還好嗎 你如果要還好就 幾千塊 幾千塊就算小顆 差不多就是 每個月會買一張月卡 月卡300塊 合理啊 月卡 因為我支持你這種做法 玩遊戲 你不客進玩什麼遊戲 你不玩公司什麼營運 是啊 那你在快達5上面花多少錢 我就買快達5的服裝啊 你是有花錢啊 你也有買服裝 我買服裝 我知道玩小時候幾乎都買 我說你還在玩 沒有你不喜歡客 或者是不想花錢的人 我也不反對 反正就是等於是陪同 你不能說 你有看過那個FB 我看我人家點那個外國人做影片 無客群的人 跟有客群的玩家 的那個差別 你知道嗎 就有用人 走過去之後 沒有客進的 要從那邊走 要繞一大圈 然後繞過去打兔子 你沒看過嗎 沒有 沒有 他就在講那個 你花費的時間 有花錢跟沒花錢有差別 好啦 這樣子的經營模式 也許是現在比較流行的方式 也不知道過一陣子會變什麼樣子 對 因為你看現在即便是單機遊戲 或是像我們節目主軸的格鬥遊戲 他也是第二遊戲一直出 對不對 我覺得這個是現在遊戲經營的模式 已經變成固定了 那可以讓這個遊戲 比較長期的永續經營的方式 所以我就覺得說 不管你花不花錢 這個都是你玩遊戲的方式 沒有人可以對你玩遊戲的方式 有所支持 對 只是不要花到請家蕩產 這個就真的不好 真的 對 大家還是要克制一下 好不好 那再來就是呢 我們昨天 其實在那個 羅技電競館 就是我們舉辦了第一次的 應該說換場地之後第一次的那個 原本的八樓聚會 大家習慣叫八樓聚會 其實是我們TDOW FIGHTER每週四的聚會 我們昨天更換了場地 變成我們今年開始都會在這個場地 也就是三創六樓 三創的六樓 那你要改六樓聚會 我還是希望大家記得這個聚會 其實聚會的名字就是大家念順口就好了 對 不過我們還是希望大家知道是在羅技電競館 所以大家可以簡稱叫羅技電競館 這樣子 也OK啦 這樣子 那我們昨天 我們昨天很開心的是有 高達四十位玩家來 參加這一次的聚會這樣子 那我們有拍一些現場影片來看一下 因為在場好像只有我去過 只有我去啦 那這個就是倉管裡面的樣子 這個是從它那個 如果你們有去過羅技電競館就知道 它其實裡面是 外面有一半是那個 產品展示區 對 然後裡面才是這個放電腦的地方 它其實裡面就有點像那個 一般的那種電競館這樣子 那裡面原本都是擺電腦 然後我們那天去就是把 電腦都移開然後放PS4這樣子 然後這個是 現場已經開打的畫面 這是已經開打的畫面 我覺得場地很棒啊 真的很棒 對那比較重點就是那個 後面有一個大螢幕是 九台電視組起來那個電視牆 對這樣大家就可以 要看比賽就不用那麼辛苦 因為以前看比賽大家就 都站在後面 都站在後面 擠在比賽台後面像這樣子嘛 對不對 那有了這個螢幕之後 然後再加上現場有那個 音控的導播機 所以說看比賽會更加舒適這樣子 那現場場地也變得比較大 然後大家要玩起來也會比較 開心一點這樣子 然後再加上時間 我們原本在八樓就業空間的時候 是因為那個 店家限制 我們必須十一點之前 就要離開了 離開了 那這一次去三創 其實三創它的 閉館時間是更早 它十點就閉館了 然後九點多 大概就開始清了 可是因為我們跟 這邊要特別感謝 羅技電競館 他們的協助 他們特別去幫我們 申請了延長時間 所以我們大概可以到 十二點再走這樣子 對我們可以 一個緩衝的時間 對就是我們 比賽可以不用那麼趕 就打到十一點多都OK這樣子 然後打完之後可以慢慢收 收完之後就可以走 只是這樣子 它會 它有一個管制路線讓我們走 就是走的時候 我們只能走某一個電梯 很像那個電影院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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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昨天第一次這樣子的形勢 跑下去 然後要離開的時候 它就是那個路線 它也不是圍紅龍 如果是電影院 就是圍紅龍 對 那個在三創 因為他們那天也是第一次 這樣子的形勢 他們就是保全一個一個 站在那邊 然後我們就這樣走 突然覺得壓力有點大 你知道嗎 突然覺得壓力有點大 不過整體的環境 絕對是比以往來的好 那當然也要感謝 八樓區的空間長久以來 跟我們合作跟支持 那如果大家想要玩桌遊 也是可以去 八樓區會空間那邊玩 那不過我們 禮拜四的這個 聚會的定點就固定了 以後就都在這裡這樣子 那詳細的情形 大家可以去那個 TWFIGHTER的臉書看一下 那對 這邊忘了講就是 入場費一樣是150 一樣是150 我們 佛心佛心 真的 沒有新的一點就給它 沒有跟人家漲價 好 好 那就歡迎大家來 那再聊一下就是 我們葉子算是 過了一個年從日本回來 第一次回來賣卡貝 對 因為你禮拜二 你是禮拜二回來的 那一天你沒有去錄 因為我禮拜二 怕飛機會霧點 其實我下飛機時間 就已經很接近 節目要開始的時間 就晚上六七點 對對對 然後實際上那一天 的確也霧點 我真的到台灣 是七點半的事了 有晚一個小時 對啊 那去 這算是第一次在國外跨年嗎 還是之前都是這樣子 第一次在國外跨年 可是其實日本的跨年跟大家想的 就是應該說跟台灣差很多 日本的跨年比較像是 比較像是除夕夜 台灣的除夕夜 因為他們沒有農曆新年 他們的正立新年就是跨年 就是跨年 就是一月一日 對 對 所以他們那一天都 會穿和服嗎 對 他們會穿和服 然後去他們的寺廟參拜 然後下面有那個廟會嘛對不對 廟會祭典 或是一些丟飛鏢那種嘛 對高中生談戀愛 就是還有那個撈金魚啊 撈金魚啊 撈金魚還有那個球 水球啊 類似 動畫漫畫情節搬出來 都先搬出來了 都會看漫畫 有像那樣子嗎 我們都看漫畫 我們都看漫畫可以知道的 欸還有面具吧 還會賣面具吧 可是其實當天不會 都是在前一天 前一天 或者是時間在更早 因為他那一整條寺廟的大道 會全部讓出來 讓要參拜的人去走 不會再擺攤位 我記得 那個前夕好像都會穿和服嗎 女生都會穿和服 他們會特別穿和服去 那你有應景穿一下嗎 沒有欸 因為那個自己穿不了 所以你跨年的時候 你是去 你是在哪邊 你是去明治神宮嗎 沒有沒有 我跨年我在日本住的那個民宿裡面 我在民宿 然後在看紅白歌和大照 你這樣跟在台灣有什麼差別 告訴我 因為就是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因為我住的民宿 應該說 應該說 過了十二點就沒有交通了 我不知道怎麼回到 我們住的地方去 那沒辦法 而且 日本的建設超貴的 真的超貴 很貴 很貴 蠻貴的 如果要叫車是真的比較不方便 日本有Uber嗎 有 有 應該也平不上哪去 我覺得 差不多 聽說跟計程車差不多 今天說在日本的Uber 比較沒有辦法像台灣這樣 日本計程車可能還比Uber更便宜一點 更便宜一點 因為他們會有一些 呃 他們是會有 各個公司會有打出一些折扣 嗯 優惠 對優惠 而且我覺得日本計程車很神奇的地方 就是它是那種 門是自動的 自動的 對 而且你不知道它叫你不要動它 對對它叫你不要動 我是一個沒有去過日本的小孩子 就直接有點覺得 呃 沒有啊通常你去日本也很少 我自己啦 我會覺得說自由行通常就是 地鐵能到的地方去就好 真的 不得已才會打 對不得已才會坐計程車 比如說你可能要趕飛機來不上 來不及這樣 對 因為如果在東 看位置 因為東京的話其實是蠻方便的 通常都走一段路就到了 對 基本上坐地鐵就到了 對啊 我自己去也是 我有去過東京都一次 都是坐地鐵就到了 因為我那時候是跟 老婆那時候去 對 不過那時候到冬天去 真的很冷就是下雨 下雪的時候 下雪 你有遇到下雪 超級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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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級冷的那種 它是乾冷 可是乾冷到你會動到會怕 會痛吧 會痛 因為是乾 乾的你可能鼻子過得 有一年東京有下大雪 暴風雪 是那年去的 對 去參觀什麼 雷音室 雷門 雷門 就有一個雷這樣 前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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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樣很漂亮啊 還不錯我也有拍照 我那時候好受 是你結婚前去了是不是 是你結婚前去了是不是 還沒結婚 好帥喔 是這樣 還沒結婚 結婚之後會不會想要 帶小朋友再去一次日本 沒有 結婚之後帶小朋友 只有去過新加坡跟 也去過不少地方了吧 新加坡跟沖繩 沖繩 對啊你有去過沖繩 原本新加坡是 要那時候 S1的時候要去玩 然後是 我先跟老婆小孩去 那一年 跟老婆小孩直接去沖繩 就是跟死哥他們 就是去家族旅遊 大家就是都是家庭的 你去新加坡 我是不是跟你一起去的 對沒錯 我們是不是住一起 是沒錯 然後重點是我比較屌 是 譬如說我跟死哥那邊是在沖繩 七八天 那邊新加坡可能又五天 我等於有十二天都在國外 我是從沖繩 又到新加坡 直接飛沒有回台灣這樣 就沒有回台灣 還蠻不錯的一次體驗 蠻不錯 戶口瞬間就很不見很多錢 那沒辦法 那沒辦法 沒關係啦 反正現在都賺回來了 沒有啦沒有錢 我們生意沒有很好 少來 據我所知 你那個聖誕節那一天 跨年那天 那個炸雞店的營業額是 沒有很好 你不要這樣講 你不要這樣講 差不多了啦 差不多了啦 都拿去課金了 所以他才不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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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改腳的時候我都會講 不要再擾了 好啦那個 我覺得 如果能夠出國一次 對大家來講 都是不錯的體驗啦 當然我原本的計畫是 今年要去EVO Japan 可是因為一些大人的原因 沒有辦法去 那一月底的時候 剛好我就是 日本的EVO 對 EVO Japan 剛好跟電玩展撞到 對剛好跟電玩展撞到 然後原本是要去 做現地轉播 不過後來沒有談好 比較可惜啦 不過我自己個人也是打算 今年至少要出國一次這樣 就算是去當觀眾的身份去看看 也不錯吧 也是啦 可是就我的想法來講 我寧願待在台灣賺錢 喔 那你就選擇去美國EVO就好了 我那花的錢 那個錢差很多 那個錢差兩倍喔 那個錢差兩倍 試試看談轉播這個東西 也許有機會 對啊 不過因為EVO 它比較特別的是 它不像我們白金賽轉播 都是透過 就是 白金賽轉播是跟Twitch合作啦 所以我 我這邊會比較好談轉播 可是EVO它是自己一個 也就是說它的轉播權 可能是 可能是要錢的 就像你NBA 它的那個電視轉播權 是去賣錢的嘛 就是台灣這邊可能電視台 要跟他申請什麼 那EVO的形式 目前也是這個樣子 所以是說 不是說很單純的 我去跟他申請 他就讓我去 沒有那麼單純 就是我剛剛說的大人 原因就是這樣子 好啦 那總而言之呢 RB上禮拜沒有出現 對於改版倒數 只剩下兩個禮拜 因為那個快打的改版 要在1月18號的時候 就是你跟我講說 那時候在買光碟片 對對對 對 人民私下有問我說 他什麼時候可以買快打 這樣子 那時候買比較便宜嗎 沒有 角色都有吧 對他有第一季 跟第二季的DLC都在裡面 我那個時候也要買了 就要把後面的角色買好了 喔補齊就對了 對對對 OKOK 那RB有看那個嗎 就是最新的那個 釋出的藍鐵 有昨天 昨天還是前天有釋出一個 最新角色更動的一些資訊 對對對 然後我看到他 釋出後聽說沒多久 日本又把他下掉 對又說回來 對但是一定有人把資料抓下來 然後我看到他們部分就是說 這個不是最終完整版 對對對 對那部分角色我其實有看到 那跟我一開始 小道小奇得到的情報 不會差太多 沒有差太多 因為其實他的藍鐵可能跟 兩位應該有玩英雄靈門 或是其他遊戲就知道 有一些遊戲他可能在更新之前 他會列一個更新的修正 他修正什麼東西 那格樂遊戲以往比較沒有這種情況 只是因為他也跟隨著那個 要電競化 所以他也跟著像別的公司這樣做 對可是這一次寫出來的東西 比較被人家詬病的就是那個 寫得不清不楚 很籠統 他就寫說我改了這個東西的打擊半聽 然後沒了 他也沒說要改怎樣 也沒有說要改幾趴 沒有說他變大或變小 我舉個例子就是說 英雄靈門我說 這個角色大絕R 我更動他的CT時間 但是我沒有說改長還是改短 就是這樣 他沒有說改強還是改弱 他就說我改了 就跟你說我有改這東西 可是改怎樣 我剛剛住你 你自己去試 很殺了你再自己去試 他就跟你講個屁喔 對不對 有看跟沒看根本不用看 不過還是有一部分的Friend數 他有寫清楚 對那有一部分就是寫得很籠統 很多好不好都寫得很籠統 你給我看的時候 哇 什麼就像你剛剛講的 什麼打擊判定 什麼什麼打 我想說你這樣講誰知道 對 可是目前就是 有人經過翻譯還有一些 就是這一天消化下來 有人統整出就是Abigail這個角色 是目前看起來BUFF最多的一個角色 還BUFF喔 我今天有看到 我今天有跟他討論一下 然後我就說 我看Abigail的更動點是最多的 一場超 對真的超 一整夜吧 一整夜 然後我看推特上面 好像也有人在講說 Abigail這個角色可能 下一季有可能會成為很上位的角色 欸其實他原本就不弱了 對啊 然後又再被BUFF了 很煩欸 那個金龍東對Abigail這個角色 還被BUFF有什麼看法 可是我覺得他那個角色 如果是以S2來講的話 他好打的很好打 難打的很難打 他不是說 一個角色強到無法 在S2上面 因為他還是有不好打的對決 而且還不是只有一隻 或兩隻 其實我對他認知 就兩三隻以上 但他好打的很好打 對啊 其實我印象S2 Abigail難打的可能就凱爾 那一隻 比古代我都覺得他 我都覺得古代他不好打 對 反正有個飛到型強的 就這兩個 就差不多 差不多 其他一些 那我覺得S3如果他要改動的話 但我還是覺得 因為現在還沒改 很多東西沒有出來 對啊 那我自己 因為看了我大概有看了一部分 我自己還是偏 比較偏覺得說 他有在 如果有這種東西 這個地方S3的改動資訊 我看到的 我認為他還是會 在部分來講 會偏回 對世代玩家的有利一些 意思就是說 比較重力回 會回來一些 對 會回來很多 不會在那麼 S1或S2的這麼 強角 強側懸殖的那個 無腦差別有點大 其實角色本來 應該這樣講 我認為 任何一個格鬥遊戲都會有 強角跟弱角 當然會 懸殖可能沒那麼大 但是比較讓 讓S快打5 會讓比較後期 會比較詬病的是 你強沒關係 可是你不要強那麼無腦 像S1的時候 也有他無腦的 Mika 的那個 V版 之類的那個摔 那個66過去震的 S5也有他無腦的地方 就是角度的loop 我都覺得是很無腦的 他現在把那些拔掉了 我認為可能就回歸 比較偏 有一部分在利回上面 但是現在講不準 現在講不準 真的 還是要等正式上 正式上 就是得到一個很 明確的情報 就是 普通摔的loop 這個東西拔掉了 那這個拔掉其實來說 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就是 回歸到利回面會更大 因為你直接選擇 不解摔 就是一百多給你 然後人就是雙方 分開了之後 你又要重新來 重新開始利回 然後利回強的人就有優勢 或者是 就是利回強的角色 然後變成 再拚殺傷力 感覺真的有稍微 沒有說什麼 我幫你打倒 然後一次弄死你 這個機會我覺得很難出現了 那變成 角色威力大會比較實相 實相 為什麼大家說 阿比給我會搶 就是他殺傷力 殺傷力 所以 等到1月18號正式改版之後 我們節目當然也會送 給大家送上最新的 我們 對改版的研究也好 或者是一些角色教學 因為當然1月18號還會上一隻Sakura Sakura這一隻S3的第一隻新的DLC腳 應該蠻多人都 應該蠻多人會練的 等很久了 對 那我們也會 因為那個節目的固定來賓 當然都是高手 當然也會帶給大家 簡單的來玩一下這一隻角色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去把那個香港那個抓過來 他應該也是要趕快練 他是已經表明了 就是Human Bomb 香港非常知名的那位 加你 但是他已經表明了 就是他一定會練這一隻角色 對啊 那如果 請他來 我是希望那個Rosma 一起上節目 這是一定要的 Rosma才是重點 你就不用請他來 你就把女朋友請來就好了 所以我們主要來賓是Rosma 然後附帶的是Human Bomb這樣 不是你要請Human Bomb 而不能請Rosma 如果你請Rosma 也是可以附帶到Human Bomb 對不對 但你不可以請Rosma 你要請Human Bomb 因為比較便宜 對啦 哈魯記起來 買便宜送貴的 買貴的送便宜了 有道理耶 有道理 有道理 哇 不愧是當老闆的 難怪可以當老闆 因為Momb現在叫他來 給他5塊他都來了 去年那什麼場景 是不是 這好朋友之間自己吐槽的 這好朋友之間自己吐槽 我剛才想說 嗯 怎麼可以嘴這麼兇 因為大家都認識很久了 我們從世代的時候 就認識很久了 到現在 沒有啦 S5他比較沒有什麼時間打對 他跟女朋友認識 對啦 哈哈哈哈 你在挖嘛 最近講話要小心一點 我覺得好麻煩 會怕喔 會怕喔 好啦 那我們接下來 其實我們在進入到新聞影片之前 我們還有一個就是要 抽獎送聖誕禮物 喔 是抽你們準備的嗎 是我們上一次 沒有 我們上一次那個公益送掉了啊 就是我們 節目特別準備要送給那個 喔 觀眾的 對 那這邊哈魯有準備 你知道你們還沒有送嗎 蛤 他說我們還沒有送 就其他節目好像都有送的 喔 你們聖誕節有玩什麼交換禮物之類的嗎 有 我有跟粉絲聚會 喔 對對對 好棒喔 抽禮物跟廢物 這是天堂跟地獄 這是誰的地獄 那個好棒喔 這基隆東帶來的 多的多的悟空 不要亂講 你不要亂講 你好聰明喔 他在夾娃娃機夾到的 我真的覺得夾娃娃機夾到的 要夾娃娃公仔是一件非常難的事情 真的很難 對啊 你們不要再捧了 他都飛上天啊 不是啊他就講過 一千五保證取貨 那台已經一千多了 你還是要把我的牌給他泡出來 我覺得是人買的 還怪 好啦這是蘇文康公仔 所以是我們上一次帶來的那些 是不是 OKOKOK 就是要做公益的那幾組 對不對 那我們有準備好要抽嗎 還是我們先進影片 還有 可以準備來看 第一個新聞影片就是 其實跨年日本那邊有準備相當多的跨年的直播活動 第一個就是 日本這邊特別請到了 那個美國的Punk到日本去跟TOKIDO做一個對決 這個是我記得是搶食 我們來看一下 影片的精華 最後好像TOKIDO10比5 最後好像TOKIDO10比5 對我記得是這個比5 你記得你不是都在跟我在這邊抽 對啊所以我就是不太確實 其實我沒有看 但我有看比數 OK10比5 這個我沒有看 我記得10比5 Punk到中間一度還用跑鬼出來打 哇 又一次 再一次沒有中 再一次沒有中 快暈了 好可怕 就是大家愛看日本當地的鄉民他們也愛看這個對決 這個就有點像是美國第一隊上的那個 頂尖對決 美日大戰 你下一季的話 如果真的沒有腳的路可 我覺得路可真的會還是變很強 立毀啊 我胖口立毀也很強 好所以最後這個年終大賽 也就是12月31號安排的這個 美日大對決呢 最後是由TOKIDO10比5拿下這場勝利 對所以 RB剛剛說你沒有看內容嘛對不對 不過 其實這樣子的結果 其實就跟那個兩位在EVO對戰結果 其實是差不多 其實前面 據我所知前面是呈現一個拉鋸戰 那最後是TOKIDO 把比數最後拉開了 對 因為其實日本玩家他們就是 一直被人家稱讚的就是 他們特別會打這種長盤的比數 因為像這種打比較長盤 跟我們平常在比賽打的那種短盤 好精力啊 那個打的方法是不太一樣的 那個可以讓RB來說明一下 就是短盤跟長盤的差距 對玩家他們需要修正的地方在哪裡 其實 長盤大家都知道就是抓習慣很重要 因為你可能一樣的事情 你可能第一場發生過 可能到第七場你又發生一樣的情況 這時候你要去想 萬一你前面做錯一個選擇 這時候你肯定是要換 但你要換什麼 這是考驗選手的一個 就是 所以那個 應變能力 對應變能力 像那個 其實除了 當天除了這一場對決之外 其實日本還有另外一個 搶食的對決 那個 哈魯他沒有安排進去 就是那個 Nemo打 Marco 一樣是搶食 我知道啊 但是那個比數蠻懸殊的 就是 Nemo一個壓勝10比0把Marco打趴 10比0喔 一場都沒贏 Marco一場都沒有贏 對那我也是有稍微看一下YouTube 就是 其實Marco其實中 他前面的表現都還蠻 不錯的 就是都差一點啦 就是都差一點 他是有把卡琳的東西打出來 可是到後面感覺有點崩潰 我也想問RB啊 因為你不是說那個 那個 那個 Ulien打卡琳是不利的對決嗎 對啊 那怎麼會10比0 因為我覺得 怎麼講就是 Nemo其實基本上就是 算是一個很強勢的玩家 那Marco當然也很強 但我覺得以玩家性能來說 Nemo應該再比Marco強一些 那我覺得 我其實內容我有看 那其實Marco其實都有機會 那就是差一點輸 就差一點 一直差一點輸 對他一直前面都差一點 有亮燈 然後有時候就是犯一些失誤 那因為你知道卡琳這角色就是 血太少了 然後Ulien其實又有破壞力 又有逆轉能力 我覺得他輸都是 通常都是輸在這邊 對啊 所以那個 聽說Nemo 一開始是 就是很震驚在面對這個對決 然後10比0打完之後 被接受訪問的時候 他說我不知道Marco他在幹什麼 有點不屑的那種感覺 就是他原本 他覺得他今天沒有在狀況內 他也是很正視Marco這個 也是很尊敬這個對手 對因為我先講一下 因為就是Nemo那時候在 年底卡布紅杯決賽的時候 他打贏當日去選之後 他知道他的 隔一天的隊友是判破 對就判破 那他一定就是私下 Marco交了他很多打卡琳的東西 對所以這個都變得就是很 很致命的一個很關鍵就是 因為當下就是 當然是先幫自己日本人 去打贏那個 而且就是美國最強的玩家 對那像這種東西 Marco交了他 他自然記起來 那事後拿來對付他 可是這真的沒辦法 就是比賽就是這樣 這就是比賽 Marco肯定就是把卡琳所有的弱點 就是一些 或者一些卡琳會做 玩家會做一些習慣 就是 毫無保留 毫無保留全部跟Nemo說 所以又要講 I have Margot 對 沒有沒有 我記得Nemo在Twitter發一篇 就是他很謝謝Margot之類的 對啦 其實這些都是 就是 玩家就可能台面上就是 對決 會對決的 可是台面下就是 該做的事情 該講的東西都還是有把持住 打這種長盤的比賽 會不會對選手來講 是一種風險 被敵人摸透的風險 呃 其實一定會 算是有 所以你看這種長盤 都是會放在表演賽 官方從來不打長盤 大型比賽結束以後的 對就是表演賽 那基本上就是你看 官方比賽就是強二強三 對對對 那團體賽更不用講 就是強一 對 所以長盤就是這種 放在這種像比較有話題 年底可能辦個表演賽 然後幾個人 剛好也是修賽季嘛 就是大家想要看 而且快改版了 對啊也快改版了 其實就沒差了 嗯 那當然啊 這個 也許哪一天就是 台灣在下一次跨年的時候 就是我 我忘記我是跟誰聊了 我們可以辦個類似 紅白大對抗這種東西 比如說我們 其實我有想過 過年的時候 其實我想過 快改可以辦一個就是 兩分兩隊對抗 那其實我已經想好 不是說兩隊以往 可能大家辦團體賽就是可能 各自挑的 派兩個隊長 然後抽籤 不是就猜拳吧 你選一個我選一個 我有想到就是 我跟我們有想過就是辦一個 新舊對抗 新舊 就是可能四代老玩家 對上五代的新玩家 新玩家 哦 欸不錯耶 我覺得這還蠻有話題性 可能五代一些新玩家 就是像淡水這些 就是 那四代老玩家 小寶算新來 小寶當然算新的啊 對啊 因為他四代可能比較沒有 那四代可能比較沒有 那四代王跟我 你們的話 應該嚴格來說 你們應該算 你們應該算老屁股那一隊 我們就中間的耶 我跟四代王 可是你們四代的時候 其實就算小有名氣啊 一個鷹棍王 一個 我的意思是這樣 就是那時候分類可以再說 那像四代老屁股 就是可能我 小巷 對啊 那新選就像小寶 淡水這些都很有實力的 而且很多都是職業選手 對啊 不錯不錯 我覺得這樣子的對決 其實還蠻有話題的 我覺得出職業可以來搭這個比賽 哈哈哈哈 我們用預錄的好不好 預錄的我們要出職業 大家都不用職業 這個對主播來講 因為其實像這種 長盤的比賽 對主播來講 其實會蠻吃我們的硬實力的 因為我們變成說 我們要知道更多 為什麼玩家 他會在這個時間點 做這些事情 因為其實從畫面上面來講 其實不是那麼簡單 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時候我就會 依賴我的賽品 OK交給石頭 石頭又要攻石頭 這樣子 為什麼前面Marco打贏 後面Marco打不贏 他做了什麼改變 這樣子 其實長盤的比賽 我這一兩年 幾乎沒有什麼播過 也許今年開始 可以試著去嘗試看看 瑞比如果有機會的話 也可以多從 多看一下這種類似 比較形式不同的比賽 來去研究一下 可以可以 好 再來呢 那胖克接下來還跟那個 MenaRD做一個搶氣的對決 這個是圖卡 一個是EVO亞軍 一個是卡普空杯的冠軍 我們來看一下圖卡 打了嗎 沒有 這禮拜天嘛 這個很精彩 這個好看 這個好看 因為兩個人在 某一次美國的比賽的時候 Mena打贏了之後 對胖克做一個歌喉的動作 對 看白目先挑釁他 對 對 先踢貝克 三個真的先挑釁他 那他就不挑釁啊 他就是 就這樣子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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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對他搖手指 然後這個Mena打一個 超嗆的你知道嗎 超嗆的超嗆 因為兩個剛好都是年輕一代 胖克跟MenaR 兩個都是大概20出頭 我記得Mena還不到20歲 對 你有剪一段小段影片 兩個好像都18吧 打環了嗎 還沒打 明天 明天 我們來看一下兩位之前的挑釁 對 這兩盒他們 好 Mena是用伯迪 然後胖克用伯迪 然後胖克用伯迪 你看看 你看 你比較看派卡 呵呵呵 Mena是一個正常玩家 但胖克真的很喜歡 挑釁 你看 呵呵呵 哈哈哈哈 他就跟你這樣不行 他說你那個中手 你那個中手 你不要 我知道 我每次都覺得你們比賽 就這樣坐在旁邊 是一個很好笑的事情 真的嗎 這是老美很愛的 對 就是做這種感應 呵呵呵 哈哈哈哈 好煩喔 他們兩個搞不好是好朋友吧 好個屁啊 不同國家 一個 一個男女家 一個 不會 他們距離蠻遠的 一個北美 他怎麼這麼敢啊 他洗脖子在洗脖子 他洗脖子在洗脖子 他洗脖子 在洗脖子 SCR 沒有沒有 都是在美國比賽 對都是在美國比 可是因為SCR的比賽場地比較 離南美比較近 SCR 所以Mena會去打這樣子 好所以 Punk劇 在去年 上半年 以王者之之之 君臨天下 那下半年之所以 沒有打出 比較好的成績 嗯 我覺得是 因為 可能當然也是因為 就是 大家會對他有所提防 嗯 對就是會 當然你一個 成績那麼好拍在那邊 就其實跟前年那個 Inflation上半季 那麼強 一樣的感覺 千韻也有關係吧 還有賽制的安排 其實我覺得 最主要的一個原因是 嗯 他當然說 像你們說他上半年非常強勢 一直拿冠軍什麼都拿 然後都屌打 或者甚至 甚至羞辱 然後搖桿出來跟對手玩 嗯 那我覺得 為什麼他下半季可能 表現沒有 大家可能 達到預想那麼好 因為我覺得主要就是 很多玩家都已經慢慢起來了 我覺得他是 玩家強 反應快 然後他對這個遊戲比較好 那我覺得他一定會被針對 他對 但我覺得針對不是主要大宗 我覺得大宗就是 主要是 他對這個遊戲 瞭解特別快 因為Season 1到Season 2改動 那時候剛改 然後為什麼 前面 前面他打得很好 因為到時候大家還在適應期 他已經抓到Season 2的精髓 要怎麼玩了 可是後來大家已經慢慢知道了 甚至日本就說 Season 2就是表解摔的遊戲 所以到最後他就沒有辦法 他一直虛迷根本沒有要理他 對 你看就是這樣可以摔 我覺得打卡普攻 有一個缺點 就是我看完S2 就今年的卡普攻盃比賽 一個覺得 因為我覺得S1也是這樣 我覺得卡普攻盃超智障 就是第一名的對手 去打當日遇選的人 其實第一名是美德準備的 你們應該說 對 第一名是美德準備的 所以其實他會變成是一個很 很 不安定 第一名的人就是 這個其實就是對第一名有點不公平 但是這個是官方想要看到 有霸體性 對 對對對 當然如果今天是比較 世代好像也是類似這樣 對不對 世代有點忘記 我跟你講世代沒有遇選 世代是直接1到34年 當初遇選是從2017那年開始才有 對 我其實世代沒有 然後因為有這個當初遇選 去年INFO也是 INFO打的時候 被加尼打掉 對 因為打一個未知數的人 所以他才會 其實也不是未知數 他大概也是提早 他已經知道 但是因為NASH本來就不好打春莉 春莉在XY就是強攻 後來他隔幾天才知道的 之前我們就有討論過這個賽制 那其實就是 我覺得這個就是有一點點 就是卡普空想要讓大家 看到比較high的比賽 所以他做這樣子的 而且加上他那時候 Punk跟Nemo之前本來就打過 雖然其實明明就Nemo輸得比較多 可是對Nemo來講 他自己 他知道下一個比賽 會是打 如果今天他打一選贏的話 他一定是Punk 其實我如果是PAMP 我如果知道 譬如說 就算我之前贏的Nemo好了 搶死好了 但是我如果Nemo那天拿 當選冠軍 我知道我明天要打Nemo 我一定會有壓力的 對 而且他就是以一個 第一名的 第一名總指 下去打 他一定壓力很大 而且當下輸的時候 他其實已經爬了很久了 他已經算 那時候 我記得他從 一路爬到快8強了吧 差一場 差一場 他第9名做收 他中間也是把好多強都 都幹掉了 他從一路爬了 那真的很過分過疑 從敗部一路殺到快 差一點8強 最後第9名 其實我覺得這次決賽 最保美的應該就是賢 也是 因為他也是被公認的天才玩家 對 而且他排名也蠻高的 他在新加坡這種就是 這個環境 他有辦法就是這麼厲害 我覺得 他是天才的 那我覺得他千運成不好 第一場是打Man 那其實這個隊的大家都說 他不去打Burley 不好打 確實是不好打 但是賢私下是跟我說 他準備了很多 他對這個對決有信心 那我覺得其實有信心 就已經勝過一切了 但是實際上真的很差距 打到最後一個登 就是最後猜錯了 最後是打到最後變2比30 很可惜 但我覺得賢也是奪冠大了 對 可是 可是因為看我那個卡古公飛 因為我看到很多玩家對那個 S2的卡古公飛比賽的冠軍 就是會有很多詞疑很多審議 不管是老屁股的玩家 或者是新的玩家 就是會對那個Burley 那個玩家拿冠軍 就是會有一些很多反的 反的聲量 可是其實我跟石油王 有個討論過這個 哇 那個問題 但我真的覺得是 他很懂得運用 因為我覺得那是因為 這是一個有一個差別是 你如果不是 原本就玩快倒旋風世代 或是原本就不是 快倒旋風的老玩家這樣的人 你是沒有辦法去接受這個玩 有些人會沒有辦法接受這個玩法 那我覺得他的玩法 是已經是完全是五代他的 他的理解的認知跟其他的東西是 跟別人比較不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他拿冠軍是合理 是 也不能合理 就是機會是對的 但也許他如果在打一次比賽 也許可能 機會會有 我覺得會有這麼多反彈的聲音 是因為他最後打贏的是TOKIDO 沒有人不支持TOKIDO 而且TOKIDO已經被公安成 就是目前現役最強的玩家 不是日本是全世界現役最強的玩家 包括有一個什麼便當賠率 他的賠率 他的賠率是最低的 最低的 如果你押他冠軍他的賠率是最低的 對 然後冠軍那個100倍沒有 我記得 沒有沒有沒有 有到那麼多嗎沒有吧 40倍 40倍 我記得100啦 Johnny說100啊 100那是可能別的網站 那是Johnny跟我講的 我不管啦 那不管怎麼樣其實S3就會 這樣子的改動也許 對大家來講就是需要再重新試移一次了 沒有錯 那我們就可以期待一下 那再來就是第三個 Holy這一家廠商 在這段時間也沒選擇 他又推出了新的大搖 這個我不知道欸 我們來看一下圖卡 其實日本人還蠻愛用Holy 好帥喔 新的刃喔 好有質感喔 對 這應該又是SAKO SAKO超大的 應該今年又會看到SAKO拿這一支出來 好 好使用HAYABUSA這個按鍵喔 預防比賽中誤觸按鈕的設計 有嗎我看一下 呃喔 它有一個 Share無線 對它那顆鍵一按下去 就是PS4 PS按鈕 Option按鈕跟Share這個按鈕 這個同時這三個鍵都會沒有消用 這樣子 避免跳出 跳出去欸 避免你按到暫停啦這樣子 好那對應的版本有PS4跟PC 這兩個版本 那其實Holy最近這一兩年做的 應該說這兩三年做的韌的搖桿都 那個質感跟那個外觀看起來都有明顯提升 因為以前Holy那個搖桿看起來就比較樸實一點 就是很單純的黑框 然後這樣子銀色的邊條就這樣沒了 那可是這一兩年韌做出來看起來就比較帥 那當然也會比較貴 當然也會比較貴 不過現場好像沒有對Holy特別喜好的玩家 你們有認識誰 有我台中的朋友他很喜歡Holy啊 台中那一位 對對對 也是某企業的第二代 企業代表 企業代表 那時候我跟他去EBO 就是因為他偶像就是Sako 對對對 因為Sako就是在四代做出一些很華麗的年代 就是一般人做不出來 Sako Combo 對然後他就是很喜歡Sako 有一次我們有機會就是在房間一起練習 馬上就開心 拿EBO的入場證就是給他簽名 簽完名之後那個牌子就不見了 真的還假的 然後五代的時候Sako不是有來台灣嗎 然後那個朋友回去看到Sako不理他就走了 你不要亂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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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亂講就沒有去好 我亂講 不要亂講 那當然除了新的大搖之外呢 手把重的需求也越來越被重視了 我們來看到快打三十週年限定手把 這漂亮漂亮漂亮 這個其實蠻不錯的耶 這個漂亮 其實我個人會很想買這一支 不過很可惜的就是 它對應的平台只有PC跟MD MD就是Megadrive 就是Sega的第一代主機 所以它沒有PS4 對 這個可能要透過轉接器 就是如果你要用這一支來玩PS4 那這支很適合Revy啊 會嗎 可是它是十字鍵耶 我現在還是用摩咕頭轉 你還是用摩咕頭轉 你還是用摩咕頭 因為我個人是喜歡這種 可是其實 其實 那個就是十字鍵是會比較好的吧 按招會比較好 因為那行程比較短 對 就是你不管要DASH 還是要轉招都不太需要 就很重要玩那個太古達人 太古達人也是用那個手把會比較好 比較好按 因為比較短啊 因為比較短啊 就是你想要去轉的那個時間 花費比較少 那這一支其實蠻便宜的 不過它對應的版本只有PC跟MD 然後是有限量的 所以想要入手的朋友 沒有可能要再三考慮啦 那最後一個我們要在 廣告之前要跟大家講的就是 快打右右杯 那這兩個禮拜進入最後的賽程 其實進行了將近半年多的比賽 終於要進入尾聲 就是升降賽跟GEO賽的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圖片 這個是由達波所舉辦的 他們很用心把這些 一路打下來的這些 新手玩家的字卡都有做出來 那我們可以看到是 就是1月6號7點有進行升降賽 也就是明天嘛 那1月13號也就是下禮拜的6點 進行季後賽 在達波的頻道 這個是台港澳線上聯賽 快打右右杯第三季 包含這個有香港的玩家 我記得好像有右右杯的已經打到鑽石 我記得有 那還算右右嗎 沒有就是他從進入右右杯 可能第一季第二季開始 他長大了 長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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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快打五的門檻相對低 我覺得這個是很鼓勵大家 就是讓大家的那個 在練習的過程中不會那麼挫折 所以我覺得有這種類似的活動 就歡迎大家不要怕 因為很多玩家就會跟我反應說 他怕參加比賽 然後不小心就輸了怎麼樣的 我就說這也是經驗 對你一次比賽 兩次比賽三次比賽 你會越讓自己求進步 就是你會不想輸嗎 不想輸那你就是 其實玩隔熱遊戲的玩家都是這樣 不想輸 不管是在嘴巴上面 還是在那個遊戲上面都是這樣子 好來我們在進廣告之前 還是要抽獎 哈囉手費好嗎 好 我們要抽第一個是這個嗎 抽你的 我的是不是 因為我的比較貴嗎 我叫你的最後 我叫你的最後 你的是什麼 這個HyperX 耳機 耳機 這個是Cloud r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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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 這個是 因為那次WireForce有承蒙HyperX台愛 讓我去攤位主持一場活動 早上送的喔 對對對 沒有這也很貴好不好 這也很貴好不好 以為是你這隻掏腰風還可以 很好啊 我很想說要不要 我那個至少是真的是正經白雲摳下去 你知道嗎 我正經白雲投下去 保證取物價1580 好 還是你直接買的 好第一個 好 那我們就 請 要我們自己按嗎 不然 我按然後你們自己按 好 那我喊停 認識號嗎 你就用連按了吧 認識號嗎 我按住 好停 以前的卡通吧 好恭喜你林小新 你們應該 認識號嗎 那種人以前的卡通 你要拿鏡點給他們看 這個人是誰 這是肯嗎 對啊 好 恭喜林小新 獲得 HIGHBASS機支 恭喜 阿B的啦 阿B的是不是 阿B那隻肯 阿B這隻肯 對對對 好 那下一個人 這一個是基隆東 好基隆東的 孫悟空公仔 超級賽亞人 超級賽亞人 好那個讓基隆東喊停 你拿歪了 你拿歪了 只有兩個人而已 5050 沒有沒有沒有 不只5050 他抖了 小偉加油 小偉 到底有幾個人啊 小偉 你這樣不好你知道嗎 另外一個人會覺得 沒有沒有沒有 就是因為零星積月太多啊 好恭喜零星 恭喜 就是你 越多次50塊他就會重複啦 好 所以恭喜 最後 真的嗎 我看到很多我乾爹的名字 這樣是有什麼意義 我就辦乾爹抽獎就好了 好啦 這是HiveX耳機 究竟誰可以獲得呢 這誰抖那麼多啊 我忘記抖了 不然我也可以在裡面 我也忘記抖了 我也忘記抖了 真的 為什麼我看到亞洲 大家抖 我現場我就直接把耳機拿走了 好 停 恭喜旺旺軒 恭喜 結果我乾爹沒抽到 GG 好 謝謝你們的支持 這一次的當然 抖內的金額全數都捐贈給我們 加福基金會 OK 感謝各位的支持 讓我們可以邊做善事 然後大家可以拿獎品 好 我們接下來這一次的 因為2018新的節目流程 我們這次廣告休息比較長一點 我們休息10分鐘 10分鐘之後 不要走開我們要來做2017的回顧 馬上回來